《世诗记》 第一章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谁要为我们首先去攻打迦南人 与他们作战呢? 耶和华回答 犹大要先上去 看哪 我已经把那地交在他手中 犹大对自己的兄弟昔冕说 请你与我一同上我抽签所得的地业去 我们好与迦南人交战 以后我也与你一同到你抽签所得的地业去 于是西缅与他一同去了 犹大上去了 耶和华就把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塞击杀了一万人 他们在那里遇见了比塞王 就与他交战 击杀了迦南人和比利喜人 比塞王逃跑 他们追赶他 把他捉住 砍去了他手脚的大拇指 比塞王说 从前有七十个王 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去 在我的桌子底下拾取食物 现在 神照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后来他就死在那里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把城占领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 又放火烧城 后来犹大人下去 与住在山地 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交战 犹大人又去攻击住在西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筛、亚西曼和达玛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他们从那里又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迦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把城攻取 我就把我的女儿压萨给他做妻子 迦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攻取了那城 迦勒就把自己的女儿压萨给他做妻子 压萨出嫁的时候 俄陀涅劝他向他父亲求一块田 压萨一下驴 迦勒就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 请你给我一份礼物 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把水泉赐给我 迦勒就把上泉和下泉都给了他 摩西岳父的子孙基尼人和犹大人一同离开宗树城 上到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住在那里的人民中 犹大与他的兄弟西面同去 击杀了住在西法的江南人 把那城完全毁灭 那城的名字就叫做荷尔玛 犹大又攻取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 雅石基伦和雅石基伦的四境 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占领了山地 但不能赶走平原的居民 因为他们有铁车 犹大照着摩西的吩咐 把西伯伦给了迦勒 迦勒就从那里赶走亚纳子孙的三族 遍雅敏人没有赶走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所以耶布斯人与遍雅敏人 一同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 约瑟加也上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约瑟加派人去窥探伯特利 那城从前的名字叫路斯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 就对他说 请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 我们必恩待你 纳人把进城的路指示了他们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纳城的居民 却把纳人和他的全家都放走 纳人到赫人之地去了 租了一座城 给他起名叫路斯 直到今日纳城还叫这名 马拿西没有赶走博善 和属于博善的乡村的居民 他那和属于他那的乡村的居民 多尔和属于多尔的乡村的居民 以柏连和属于以柏连的乡村的居民 米吉多和属于米吉多的乡村的居民 迦南人决意住在那地 到以色列强盛了 就迫使迦南人做苦工 但没有把他们完全赶走 以法连也没有把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赶走 于是迦南人还住在基色 在以法连中间 西部伦没有把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赶走 于是迦南人还住在西部伦中间 成了做苦工的人 亚瑟没有把雅科的居民和西顿的居民赶走 也没有把亚黑拉、亚格西、黑巴、亚福格和利河的居民赶走 于是亚瑟人住在当地的居民迦南人中间 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走 拿福塔利没有把伯士迈的居民和伯亚纳的居民赶走 于是他们就住在当地的居民迦南人中间 博士迈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给他们做苦工的人 亚摩利人强迫诞人退回山地上 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来 亚摩利人决意住在西列山、杨亚伦和沙滨 但约瑟家的势力强大以后 他们就成了做苦工的人 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滨山坡 从西拉直上 世诗纪第二章 依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来说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 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方 我曾说过 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 他们要做你们的敌人 他们的神要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众人就放声大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他们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约书亚遣散了众人 以色列人就各归自己承受的地业 要占有那地 约书亚在世的时候 以及他去世以后 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众长老 还在的日子 众人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那的儿子约书亚 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 以色列人把他埋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以法连山地 在加石山北面的廷拿西列 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 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了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众巴力 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跟从别的神 就是他们周围各族的神 敬拜他们 惹耶和华发怒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去侍奉巴力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中 他们就抢掠他们 他又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手中 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去哪里 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 好像耶和华说过的 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过的 他们就非常困苦 耶和华兴起了士师 士师就拯救他们 脱离抢掠他们的人的手 但他们连士师也不听从 竟与别的神行了奸淫 敬拜他们 他们迅速偏离了他们列祖所行 听从耶和华命令的道路 他们没有照样行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 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 那士师在世的日子 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 脱离仇敌的手 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 发出哀声 耶和华就怜悯他们 可是 士师死了以后 他们就转而行恶 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 顽梗的行径 于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说 因为这国的人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因此 约书亚死后 仍剩下来的列国 我也不再从他们面前赶走 为要借着他们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不肯 谨守遵行 耶和华的道路 像他们的列祖一样谨守 这样 耶和华留下这些国的名 不迅速把他们赶走 也不把他们 交在约书亚手里 这些国的人 是耶和华留下的 为要借着他们来试验以色列人 这是所有没有经验过 迦南任何战争的人 好使以色列人的后代 那些以前没有经验过 这些战争的人 直到学习征战 他留下的就是 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 和所有迦南人 西顿人 以及住在黎巴嫩山上的西魏人 从巴黎黑门山 直到哈马口 他们留在那里 为要借着他们试验 以色列人 要知道 他们是否听从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中间 他们娶他们的女儿做妻子 也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且 侍奉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 行了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忘记了耶和华 他们的神 去侍奉众巴黎和亚瑟拉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把他们完全交在两河之间的 亚兰王 古山利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了 古山利萨田八年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 兴起一位拯救者 拯救他们 就是迦勒的弟弟 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耶和华的灵 灵到他身上 他就治理以色列人 他出去作战 耶和华 把亚兰王 古山利萨田 交在他手中 他的能力 就胜过了古山利萨田 于是国中太平了四十年 后来 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死了 以色列人 又行了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 就是摩亚王 伊基伦 强盛起来 欺压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 行了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伊基伦 集合了亚门人 和亚玛利人 前来 击败了以色列人 占领了 宗树城 于是 以色列人 服侍了摩亚王 伊基伦 十八年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 遍亚闽人 基拉的儿子 以户 是一个用左手的人 以色列人派他把贡物送给摩亚王伊基伦 以户做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半公尺 扶在右腿上 在衣服底下 他把贡物呈献给摩亚王伊基伦 伊基伦原是个非常肥胖的人 以户献完了贡物 就把台贡物的众人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吉甲的重雕像那里回来 说 王啊 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对你说 王说 站不要说 势力左右的人都离开他出去了 以户来到王那里 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 以户说 我有神的话要告诉你 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以户就伸出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腹中 连剑柄与剑身都刺进去了 肥肉把剑身夹住 因此他没有把剑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 接着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 以户出到走廊 把梁楼上的门关起来 上了锁 以户出来以后 王的仆人才来到 他们看见梁楼上的门锁着 就说 王一定是在梁楼上大姐 他们等到发慌了 见他还不打开梁楼的门 就拿钥匙来开 不料 看见他们的主人早已倒在地上死了 他们担言的时候 以户已经逃跑了 他经过众雕像那里 逃到西伊拉去 他去到以后 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与他一同从山地上下来 他走在他们前头 对他们说 你们跟随我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他们就跟随他下去 攻取约旦河的渡口 拦截摩押人 不让一个过去 那时他们击杀了约有一万摩押人 都是强壮的 勇猛的人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 从那天起 摩押就在以色列人的手下被制服了 于是国中太平了八十年 以户之后 由雅拿的儿子山家 他用赶牛棒 击杀了六百非力士人 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 诗诗记 第四章 以户死后 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因此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迦南王 耶兵手中 耶兵那时在下所做王 他的军长西西拉 住在下罗设戈印 耶兵王有铁车九百辆 他极力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 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 有一位女先知 底波拉 是拉比多的妻子 那时正这里以色列人 他常坐在以法连山地 拉玛和伯特利之间那棵底波拉棕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 听判断 底波拉派人去从拿弗塔利的基地斯 把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 你去向塔伯山进军 从拿弗塔利人和西布伦人中 率领一万人与你同去吗 我必引耶兵的军长西西拉 和他的车辆与全军 到基顺河往你那里去 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巴拉对他说 如果你与我同去我就去 如果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 底波拉回答 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这次行程就没有光荣 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于是底波拉起来 与巴拉一同到基地斯去了 巴拉就召集西布伦人和拿弗塔利人到基地斯 与他一同步行上去的 有一万人 底波拉也与他一同上去 摩西的岳父和巴的子孙基尼人西伯 曾经离开基尼族人 到靠近基地斯的萨拿因的橡树旁 直搭帐篷居住 有人告诉西西拉 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他泊山 西西拉就召集他所有的车辆 就是九百辆铁车 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 都从下罗设歌印出来 到基顺河那里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吧 因为今日就是耶和华 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 耶和华不是在你前面出战吗 于是巴拉和跟随他的一万人 从塔泊山下来 耶和华用刀 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与全军 都在巴拉面前溃乱 西西拉下了车 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西西拉的车辆和军队 直到下罗设歌印 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 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 到了基尼人西伯的妻子 雅毅的帐篷那里 因为下祖王爷兵 与基尼人西伯的家友好 雅毅出来迎接西西拉 对他说 请我主转过来 到我这里不要惧怕 西西拉就转到他那里去 就是转到他的帐篷里去 雅毅就用毛毯遮盖他 西西拉对雅毅说 请给我一点水喝 因为我渴了 雅毅就打开橙奶的皮带 给他喝了 再把它盖着 西西拉又对雅毅说 请你站在帐篷门口 如果有人来问你 这里有人吗 你就要回答 没有 西伯的妻子雅毅 取了一根帐篷的橘子 手里拿着锤子 静悄悄地走到西西拉那里 把橘子钉在他的太阳穴里 直钉入地里 因为西西拉疲乏熟睡 就这样死了 那时巴拉追赶西西拉 雅毅出来迎接他 对他说 来吧 我给你看你寻找的人 他就进到他那里去 看见西西拉已经扑倒死了 橘子还在他的太阳穴里 这样 神就在那一天 在以色列人面前 制服了迦南王耶兵 以色列人的势力日渐强盛 胜过迦南王耶兵 终于把迦南王耶兵除灭 世诗纪第五章 那一天迪波拉和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唱起歌来说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 因为有人名自愿从军 君王啊 你们要听 官长啊 你们要侧耳倾听 至于我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啊 你从西尔出发的时候 你从以东地行走的日子 地震天漏 密云也低下雨 群山在耶和华面前震动 这西奈山 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也是这样 在亚拿的儿子山家的时候 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 行路的人绕道而行 以色列中的农村消失了 消失了 直到我底波拉兴起 直到我以色列的母亲兴起 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的神 战争就临近城门 那时四万以色列人中 竟不见有一面盾牌 一只长矛 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官长 他们在民中甘愿牺牲自己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骑白驴的 坐井垫的 和路上的行人 你们都要歌唱 在打水的地方 分开羊群的人发声 在那里 人必歌颂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就是他在以色列中的农村 所行公义的作为 那时 耶和华的子民下到城门口 兴起 兴起 抵波拉 兴起 兴起 唱歌吧 兴起 巴拉 雅比诺安的儿子 掳掠你的俘虏吧 那时 余圣的贵咒下来 耶和华带着勇士下到我这里来 他们出自以法连 他们的根在亚玛利人之地 有变雅敏在你的族人中跟随你 有官长从马吉下来 有持着鼠典民数之权杖的从西布伦出来 以撒加的领袖与底波拉在一起 以撒加怎样 巴拉也怎样 他们都步行下到山谷去 在刘本的众西旁 有心怀大志的 你为什么坐在羊圈之中 听呼唤群畜的笛声呢 在刘本的众西旁 有心怀大志的 激烈人在约旦河东边居住 但人为什么拘留在船上呢 亚瑟人在海岸坐着 在港湾居住 西布伦人是赶死的民族 拿福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奋不顾身 众王都来征战 那时迦南众王征战 在米吉多水亭的他那征战 却没有取得银钱 众星从天上征战 从他们的轨道与西西拉交战 激顺河的极流把他们冲没 古河的极流 激顺河的极流 我的心啊 你要努力践踏 那时马蹄踏踏 勇士急奔飞驰 耶和华的使者说 你们要咒诅米罗斯 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 不带领勇士帮助耶和华 愿基尼人西伯的妻子亚裔 比众妇女更有福气 比住在帐篷的妇女更有福气 西西拉求水 亚裔给了奶 用珍贵的盘子奉上乳酪 他伸手拿着帐篷的角子 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 击打西西拉 打破她的头 粉碎她的头颅 贯穿她的鬓角 西西拉在亚裔脚前屈身 扑倒 躺卧 在亚裔脚前屈身 扑倒 她在那里屈身 就在那里扑倒死亡 西西拉的母亲 从窗户里向外观望 从窗帘中呼叫说 她的战车 为什么迟迟不来呢 车轮为什么行得缓慢呢 聪明的宫女回答她 她也自己回答说 莫非 她们正在分战利品 每个勇士分得一两个女子 西西拉得了彩衣做战利品 得了一两件绣花的彩衣 做战利品 为我的镜像 得着绣花的彩衣 做战利品吗 约和华 愿你所有的仇敌 都这样灭亡 愿爱她的人 向太阳出现 大有能力 于是 国中太平了四十年 以色列人又行了 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米甸人的势力胜过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因米甸人的缘故 就为自己在山上挖血 挖洞 建营寨 每逢以色列人撒种以后 米甸人 亚马利人 和东方人 都上来欺压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 毁坏那地的出产 直到加萨一带 他们没有留下牛 羊和驴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点养生之物 因为他们带着牲畜和帐篷上来 像蝗虫那么多 他们来的人和骆驼无数 进入境内 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在米甸人面前 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他们就哀求耶和华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拆派一位先知 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 领你们出了为奴之家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人的手 拯救出来 拯救你们脱离所有欺压 你们的人的手 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 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 我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畏他们的神 但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的使者来到 坐在俄佛拉一棵属于 雅比乙属族人约阿施的项树下 约阿施的儿子积淀正在压酒池里打麦子 为要躲避米店人的抢夺 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向积淀显现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积淀回答他说 哎 我的主 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会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向我们讲述的 耶和华的一切歧视在哪里呢 他们曾说 耶和华不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 现在 他却抛弃了我们 把我们交在米店人手中 耶和华转向积淀 对他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 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店人的手吧 我不是拆派了你吗 积淀对他说 哎 我主啊 我凭着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 看哪 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 是最卑微的 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年轻的 耶和华对他说 因为我必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店人 像击打义人一样 积淀又对他说 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凭据 证实是你与我说话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回来 把我的礼物带来 摆在你面前 他回答 我必等你回来 积淀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糕 和十公斤面粉做的无效饼 把肉放在篮子里 把汤盛在锅中 带到橡树之下 献上给他 神的使者对积淀说 把肉和无效饼拿出来 摆在这块盘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 伸出手中的杖 杖头一触着肉和无效饼 就有火从盘石中上来 把肉和无效饼都烧尽了 耶和华的使者 就从积淀的眼前消失了 积淀看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哀哉 我主耶和华 因为我面对面 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好了 不要怕 你必不会死 积淀就在那里 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称为耶和华沙龙 直到今日 这坛还在雅比以泄族的俄弗拉 当夜 耶和华对积淀说 取你父亲的牛 和另一头七岁大的牛来 拆毁你父亲的八粒祭坛 砍下坛旁的亚瑟拉 在这坚固的地方上面 你要整整齐齐 为耶和华你的神 逐一座祭坛 拿第二头牛 做梵祭 用你砍下来的亚瑟拉 做柴 积淀就从他的仆人中 选出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告诉他的行了 但因为害怕他的父家 和城里的人 就不敢再日间行事 只好在晚上做了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 见八粒的祭坛已被拆毁 坛旁的亚瑟拉也被砍下来 并且看见那第二头牛 陷在新竹的祭坛上的时候 就彼此说 谁做了这事呢 他们追查寻访之后 就说 是约阿师的儿子积淀做的 城里的人对约阿师说 把你的儿子领出来 把他处死 因为他拆毁了八粒的祭坛 砍下了坛旁的亚瑟拉 约阿师对所有站着攻击他的人说 你们要为八粒辩护吗 或是你们要救他呢 谁为他辩护 到早晨就必死亡 八粒若是神 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 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 因此 当日基甸被称为耶路八粒 意思说 他拆毁了八粒的祭坛 让八粒与他争辩吧 那时 米甸人 亚玛利人和东方人 都聚集起来 过了河 在耶斯列平原安营 耶和华的灵降在积淀身上 他就吹脚 雅比以泄族都应召来跟从他 他派使者到马拿西全地去 马拿西人也都应召来跟从他 他又派使者到亚瑟 西布伦 拿福他里去 他们也都上来与他们会合 基甸对神说 如果你按着你所说的 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 看啊 我要把一团新剪的羊毛放在河场上 露水若是单单落在羊毛上 而全地都是干的 我就知道 你要照着你所说的 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了 第二天 基甸清早起来 情形果然是这样 他把羊毛一挤 就从羊毛中挤出一满盆的露水来 基甸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发怒 我要再说这一次 求你让我把羊毛再试一试 但愿单单羊毛是干的 而全地都有露水 那一夜 神也这样行了 单单羊毛是干的 全地都有露水 世诗纪第七章 耶路巴黎就是基甸 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 清早起来 在哈绿泉旁安营 米甸营就在他们的北面 靠近摩利山岗的平原上 耶和华对基甸说 与你在一起的人太多 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 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众民宣告 害怕站立的可以回去 离开基甸山 于是众民中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人 耶和华对基甸说 人还是太多 你要领他们下到水旁去 我要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 我指着谁对你说 这人可以与你同去 他就可以与你同去 我指着谁对你说 这人不可以与你同去 他就不可以与你同去 于是基甸带他们下到水边去 耶和华对基甸说 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水的 你要把他们安置在一处 屈膝跪下喝水的 也要把他们安置在一处 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 总数共有三百人 其余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甸说 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 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 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各回自己的地方去 于是 众民手里拿着食物和号角 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 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回自己的帐篷去 只留下这三百人 当时米甸银就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 当夜 耶和华对基甸说 起来 下去攻营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如果你害怕一人下去 可以带着你的同仆 普拉一同下到营地那里去 你要听听他们说什么 然后 你的手就必坚强起来 有胆量下去攻营了 于是基甸带着他的同仆 普拉一同下去 到营中驻军的边缘 那时米甸人 杨玛丽人 和所有的东方人 都散步在平原上 好像蝗虫那么多 他们的骆驼 无数 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基甸到了 就听见一个人正在把他的梦 告诉他的同伴说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 到了账目 把账目撞倒 账目就翻转朝上了 他的同伴回答 这不是别的 这是以色列人约阿师的儿子基甸的刀 神已经把米甸和全营交在他手中了 基甸听见了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然后返回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 于是 他把三百人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又把火把放在瓶里 然后对他们说 你们要看着我 也要照样行事 注意 我到了营的边缘 我怎样行事 你们也要怎样行事 我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全营的四周吹脚 喊叫说 为耶和华 为基甸 基甸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一百人 在半夜三经的起初 换经的时候 来到了营的边缘 就吹起脚来 打破手中的瓦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瓦瓶 左手紧握着火把 右手紧握着脚 不住地吹 并且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周 各站在自己的位置 全营的人都乱跑 他们一面叫喊 一面逃跑 三百人吹那三百只脚的时候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然后他们向着西利拉 逃到伯哈士他 直到靠近他巴的 亚伯米荷拉河边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 亚瑟和马拿西全地 被召来追赶米甸人 基甸派遣了使者 走遍以法连山地 说 你们要下来迎战米甸人 在他们前面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于是 以法连的人都被召来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他们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鄂利和西伊伯 把鄂利杀在鄂利盘石上 把西伊伯杀在西伊伯榨酒池那里 然后追赶米甸人 又把鄂利和西伊伯的人头 带到约旦河对岸 积殿那里 世诗纪第八章 以法连人对基甸说 你去与米甸人征战的时候 没有召我们同去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与他激烈地争辩起来 基甸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 怎能比得上你们呢 在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是比在雅比乙蟹收斋的葡萄更好吗 神已经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鄂利和西伊伯 交在你们的手里了 我所行的 怎能与你们相比呢 基甸说了这话 他们的怒气就平息了 基甸来到约旦河 就过了河 他和与他在一起的三百人 虽然都很疲乏 仍然追赶敌人 基甸对书戈人说 求你们把几个饼 给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乏了 我还要继续追赶米甸人 和两个王 西巴和萨木拿 书戈人的首领回答 西巴和萨木拿 现在不是已经在你的手里吗 我们应该把饼 送给你的军队吃吗 基甸说 好吧 耶和华把西巴和萨木拿 交在我手里的时候 我就必用野地的荆棘 鞭打你们的身体 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 也向他们说了同样的话 皮努伊勒人回答他 也像书戈人回答的一样 他一队皮努伊勒人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座望楼 那时 西巴和萨木拿正在加戈 与他们在一起的军队 约有一万五千人 就是东方人全营剩下的 因为有十二万持刀的 已经倒下了 基甸就从罗巴和约比哈东面 顺着住帐篷的人的路上去 在敌军以为安全而不戒备的时候 击败了敌军 西巴和萨木拿逃跑 基甸追赶他们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萨木拿 使全军都金黄 约阿师的儿子基甸从战场 沿着西列斯的山坡回来 捉住了书戈人中的一个青年人 查问他 他就把书戈的首领和长老的名字 写给他 共七十七人 基甸到了书戈人那里 就说 你看 西巴和萨木拿 你们为了他们 曾经讥笑我说 西巴和萨木拿 现在不是在你的手里吗 我们应该把饼送给你 那些疲乏的人吃吗 于是 拿住那城的长老 又拿起野地的荆棘 用荆棘 把书戈人教训了一顿 又拆毁了皮努伊勒的望楼 杀死了那城里的人 基甸问西巴和萨木拿 你们在他伯山上所杀的人 是什么模样的人 他们回答 他们像你一样 每一个都像王子的模样 基甸说 他们是我的兄弟 是我母亲的儿子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如果你们从前让他们存活 我现在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 对他的长子一铁说 起来 把他们杀了吧 但是 那孩子不敢拔刀 只是害怕 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西巴和萨木拿说 你亲自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怎样 他的力量也怎样 于是 积淀起来 把西巴和萨木拿杀了 拿了他们骆驼颈项上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 你既然拯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 求你和你的子孙统治我们 基甸回答他们 我不统治你们 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 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 基甸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个要求 请把你们个人夺得的耳环给我 原来敌人都戴金耳环 因为他们是以食玛利人 他们回答 我们愿意给你 于是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把夺得的耳环丢在上面 基甸所要的金耳环 共重约20公斤金子 此外还有米甸王身上的月牙圈 耳坠和紫红色的衣服 另外还有骆驼颈项上的链子 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乙福德 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 随从乙福德行了协营 因此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样米甸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被制服了 不能再抬起头来 基甸在世的日子 国中太平了40年 约阿师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 住在自己家里 基甸有70个儿子 都是他亲生的 因为他有很多妻子 他在世间的妾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给他起名叫雅比米勒 约阿师的儿子基甸受诉满族而死 埋葬在雅比以泄族的儿弗拉 在他父亲约阿师的坟墓里 基甸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又转去随从众巴利 行邪淫 并且以巴利比利土 做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首的那位 也没有照着基甸向以色列人所施的一切恩惠 恩待耶路巴利 就是基甸的家 耶路巴利的儿子雅比米勒 到世间去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母亲的全体族人说 请你们给世间的众人说 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统治你们好呢 还是一个人统治你们好呢 你们也要记得 我是你们的骨肉 他的众母舅就把这一切话 为他说给世间的众人听 他们的心都倾向雅比米勒 因为他们说 他本是我们的亲族 他们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里 取了八百克银子给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用这些银子 雇了一些无赖流氓 那些人就跟随了他 他回到俄弗拉他父亲的家 把自己的兄弟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石头上 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 约坦 因为他藏了起来 世间的众人和伯特米罗人都聚集起来 到世间橡树旁的望楼那里 立雅比米勒为王 有人把这事告诉了约坦 约坦就去 站在基利星山顶上 高声向他们呼喊说 世间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有一次 众树要去高丽一个王统治他们 就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王统治我们吧 橄榄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生产 人用来荣耀神和尊崇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无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无花果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结出我的甜莓果子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葡萄树对他们说 我怎可以放弃生产 那使神和世人都喜乐的新酒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于是众树都对荆棘说 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 荆棘对众树说 如果你们真诚地高丽我 做王统治你们 就要来 投靠在我的印下 否则 火必从荆棘里出来 吞灭黎巴嫩的香薄树 现在你们立雅比米勒为王 你们若是诚实和正直 如果你们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 照着他手所做的待他 我父亲从前冒死为你们征战 把你们从米店人手中救了出来 今日你们静起来攻击我的父家 在一块石头上杀了他七十个儿子 又立了他的卑女所生的儿子 雅比米勒做世间人的王 因为他元是你们的亲族 今日你们若是按着诚实和正直 带耶路巴利和他的家 你们就可以因雅比米勒得喜乐 雅比米勒也可以因你们得喜乐 若不是这样 怨火从雅比米勒出来 吞灭世间人和伯特米罗人 又怨火从世间人和伯特米罗人出来 吞灭雅比米勒 接着约坦就逃跑了 他逃到比尔去 住在那里 躲避他的兄弟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治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拆派邪恶的灵 来到雅比米勒与世间人中间 世间人就背弃了雅比米勒 这是要报复对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的暴行 把流他们的血的罪 归到他们的兄弟雅比米勒身上 就是那杀害他们的 也归到世间人身上 就是那些帮助雅比米勒去杀他自己的兄弟的 世间人在山顶上设下埋伏 路过他们那里的 他们都劫略 有人把这事告诉雅比米勒 那时以别的儿子迦勒与他的兄弟都来了 到世间去 世间人竟信任他 他们出到田间去 收取葡萄 榨酒 举行庆祝会 进入他们的神庙吃喝 并且咒诅雅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迦勒说 雅比米勒是谁 世间是谁 竟要我们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 他的副官不是西布勒吗 你们要服侍世间的始祖哈摩的后人啊 我们为什么要服侍雅比米勒呢 但愿这些人民都归在我手下 我好把雅比米勒除掉 迦勒又对雅比米勒说 增添你的军队出来吧 那城的首长西布勒 听了以别的儿子迦勒的话 他的怒气就发作 秘密拆派使者 去见雅比米勒说 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兄弟已经到了世间 他们正在煽动纳城的人反叛你 现在 你和与你在一起的人 要在夜间起来 在野地埋伏 到了早晨 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要起来攻城 你要注意 迦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出来对抗你的时候 你就把握机会对付他们 于是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在夜间起来 分作四对 埋伏着等候事件人 以别的儿子迦勒出去 站在城门口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迦勒看见了那些人 就对西布勒说 你看 有人从山顶上下来 西布勒说 你看见山的影子 以为是人 迦勒又说 看啊 有人从高地下来 又有一对从米厄尼尼像树的路径而来 西布勒对他说 你曾经说过 雅比米勒是谁 竟要我们服侍他呢 现在你说这话的嘴在哪里呢 这不是你轻视的人吗 现在请你出去与他们交战吧 于是 迦勒在事件人面前出去 与雅比米勒征战 雅比米勒追赶迦勒 迦勒在他面前逃跑 直到城门口 有很多受伤的人扑倒 雅比米勒住在雅鲁玛 西布勒把迦勒和他的兄弟赶走 不许他们住在事件 次日 城中众人出到田间去 有人把这事告诉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就把他的人分作三对 埋伏在田间 他在那里观看 见有人从城里出来 就起来攻击他们 把他们击杀了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一对人 忽然冲过去 站在城门口 其他两队人也冲出来攻打所有在田间的人 把他们击杀了 那一天 雅比米勒整天攻打那城 把城攻下了 杀了城中的众人 把城拆毁 又撒上盐 事件楼的众人听见了这事 就逃入伊勒比土利庙的地穴里 有人告诉雅比米勒说 事件楼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雅比米勒和与他在一起的人都上了萨门山 雅比米勒手里拿着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 拿起来放在自己的尖头上 然后对与他在一起的人说 你们看我做什么 你们也要赶快照样做 于是众人也各自砍下一根树枝 跟随着雅比米勒 把树枝放在地穴上 放火烧了地穴 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人 后来雅比米勒到提贝斯去 安盈攻打提贝斯 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城楼 那城所有的人 无论男女都逃到那里去 关上门 上了楼顶 雅比米勒到了城楼前 攻打城楼 他走进城楼门上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 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雅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他的头盖骨 他急忙呼喊 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 对他说 拔出你的刀来 把我杀死吧 免得人长论我说 他被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那少年人 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色列人看见雅比米勒死了 就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 神报应了雅比米勒 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事 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兄弟 七十个人 神也把事件人的一切恶事 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 约坦的咒诅 也归到他们身上 诗诗记第十章 雅比米勒之后 有以撒家人 朵朵的孙子 普瓦的儿子 陀拉 兴起拯救 以色列人 他住在 以法连山地的 沙密 陀拉 治理 以色列人 二十三年 就死了 埋葬在 沙密 在他之后 有激烈人 雅悦尔 兴起 治理 以色列人 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着三十头驴鞠 他们有三十座城 叫做哈威特 雅悦尔 直到今日 都是在激烈地 雅悦尔死了以后 就埋葬在 加门 以色列人 又行了 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服侍 众巴利 和雅斯塔路 以及 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亚的神 雅门人的神 菲利士人的神 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 不再服侍他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 发作 就把他们 交在 菲利士人的手中 和 雅门人的手中 从那一年起 他们就迫害 欺压 以色列人 就是 所有在 约旦河东边 住在 雅摩利人之地的 以色列人 共 十八年 雅门人 又渡过 约旦河 去攻打 尤大 辩亚敏 和 以法连加 以色列人 就非常困苦 以色列人 向 耶和华 哀求 说 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 我们离弃了 我们的神 不是 重八历 耶和华 对 以色列人 说 我不是 曾经 拯救你们 脱离 埃及人 雅摩利人 雅门人 和 菲利士人吗 西顿人 雅玛利人 马云人 也都压迫你们 你们向我哀求 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竟离弃了我 服侍别的神 因此 我不再拯救你们了 你们去向你们拣选的神呼求吧 让他们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拯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 我们犯了罪了 你任意对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从他们中间除去外族人的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心 因以色列人所受的患难 就很着急 当时 雅门人聚集起来 在基列安营 以色列人也聚集 在米斯巴安营 基列的人民和众领袖彼此说 谁先去攻打雅门人 谁就可以做基列所有居民的首领 基列人耶和华是个英勇的战士 他是个妓女的儿子 耶和华是基列所生的 基列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子的儿子长大了 就把耶和华赶出去 对他说 你不可以在我们的富家继承产业 因为你是另一个妇人的儿子 耶夫他就从他的兄弟面前逃跑 住在陀伯地 有些无赖聚集到他那里 与他一起出入 过了些日子 雅门人与以色列人征战 雅门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 基列的众长老就去 把耶夫他从陀伯请回来 他们对耶夫他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 我们好攻打亚门人 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离开我的富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基列的长老对耶夫他说 现在我们回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与我们一同回去 与雅门人征战 你要做我们基列所有居民的首领 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 如果你们带我回去攻打雅门人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面前 那么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首领吗 基列的长老对耶夫他说 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证 我们必定照着你的话行 于是耶夫他与基列的长老一同回去了 众人就立耶夫他做他们的首领 做他们的统帅 耶夫他在米斯巴 在耶和华面前把自己的一切话都说了出来 耶夫他派遣使者去见雅门人的王 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攻打我的土地呢 雅门人的王对耶夫他的使者说 因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夺了我的土地 从雅难河到雅伯河直到约旦河 现在你要把他和和平平地交还 耶夫他又再派使者去见雅门人的王 对他说 耶夫他这样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夺取过摩押地和雅门人的土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是走过旷野到红海 到了加低斯 就派遣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 求你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 以东王却不答应 又派遣使者去见摩押王 摩押王也不肯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 以后他们走过旷野 绕过以东地和摩押地 到了摩押地的东边 在雅难河那边安营 他们并没有进入摩押境内 因为雅难河是摩押的边界 以色列人又派遣使者去见雅摩利人的王西红 就是西石本王 对他说 求你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 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西红却不信任以色列人 不让他们经过他的境界 西红聚集了他所有的人民 在雅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把西红和他所有的人民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击杀了他们 夺取了住在那地的雅摩利人的全地 占领了雅摩利人四周的境界 从雅难河到雅伯河 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现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已经把雅摩利人 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了 你竟要占有这地吗? 你不是应占有你的神 基默要你占有的地吗? 我们不是应占有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面前赶走的人的一切地吗? 现在 难道你比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经与以色列人争敬吗? 或是与以色列人交战过吗? 以色列人住在西石本和属西石本的村镇 亚罗尔和亚罗尔的村镇 以及雅难河沿岸的一切城市 已经有三百年了 在这时期内 你们为什么没有夺回这些地方呢? 我没有得罪你 你竟恶待我 攻打我 愿审判者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但亚门人的王不听从耶弗他差派人去对他所说的话 那时 耶和华的灵 临到耶弗他身上 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 经过基列的米斯巴 又从基列的米斯巴去到亚门人那里 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说 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 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 他就必归耶和华 我也必把他当作繁迹 于是 耶弗他去到亚门人那里攻打他们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手里 于是 他从亚罗尔开始攻击他们 去到米诺 直到亚贝勒基拉明 共二十座城 是一场大击沙 这样 亚门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 耶弗他回米斯巴去 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 他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 出来迎接他 他是耶弗他的独生女 除他以外 耶弗他没有其他的儿女 耶弗他看见了他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 啊 我的女儿啊 你真使我忧愁 你叫我太作难了 因为 我已经向耶和华开过口许愿 我不能收回 他对他说 我的父亲呢 你既然向耶和华开过口许了愿 就照着你口里所说的向我行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了仇 他又对自己的父亲说 他又对自己的父亲说 请你准我这件事吧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让我和我的同伴去漫游山间 为我的童真哀哭 耶弗他说 你去吧 就让他离去两个月 他就带着他的同伴去了 在山上为他的童真哀哭 两个月后 他回到他的父亲那里 他父亲就照着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他没有与男人同过房 以后在以色列中有个惯例 以色列的女子 年年都去哀悼基利人耶弗他的女儿 每年四日 诗诗记第十二章 以法连人聚集起来 过河到了萨芬 对耶弗他说 你过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召我们与你同去呢 我们要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屋 耶弗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人民跟亚门人激烈征战的时候 我曾经呼求你们 你们却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拯救我 我就拼命上去攻打亚门人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 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弗他召集了激烈所有的人 与以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了以法连人 因为以法连人曾经说过 你们激烈人在以法连和马拿西中间 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罢了 激烈人占领约旦河的各渡口 不容以法连人过去 如果以法连逃亡的人说 让我过去吧 激烈人就问他 你是以法连人吗 如果他说不是 激烈人就对他说 请说是破裂 以法连人因为发不出准确的字音 就说成西破裂 激烈人就把他捉住 在约旦河的渡口那里杀了 那时以法连人死了四万二千人 耶弗他治理以色列人共六年 激烈人耶弗他死了以后 埋葬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耶弗他之后 有伯利恒人以比赞 治理以色列人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女儿都嫁到外面去 又给他的儿子 从外面娶了三十个女子做妻子 他治理以色列人共七年 以比赞死了 就埋葬在伯利恒 以比赞之后 有西部伦人以伦 治理以色列人共十年 西部伦人以伦死了以后 就埋葬在西部伦地的雅雅伦 以伦之后 有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 亚顿治理以色列人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头驴居 亚顿治理以色列人共八年 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 亚顿死了 埋葬在以法连地 就是亚马利人的山地 世诗纪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又行了 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 交在菲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 是属于蛋之派的 名叫马罗亚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你向来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现在你必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现在你要谨慎 清酒或烈酒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 看啊 你必怀孕 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 这孩子从在母妇开始 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她必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菲利士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 告诉她的丈夫说 有一位神人到我这里来 她的容貌 像神使者的容貌 非常可畏 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 她也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 她对我说 你必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现在 清酒或烈酒 你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 你也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 从在母妇开始 一直到死 都必归耶和华 做拿西尔人 马罗亚就恳求耶和华说 啊 主啊 求你叫你派来的神人 再到我们这里吧 好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 将要生下来的孩子 神听了马罗亚的声音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来到她那里 她的丈夫马罗亚 却没有与她在一起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 对她说 那天到我这里来的那人 又向我显现了 马罗亚起来 跟着她的妻子出去 来到那人跟前 问她 你就是向这个妇人 说过话的人吗 他回答 我就是 马罗亚说 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这孩子的生活方式怎样 他要做什么呢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我对妇人所说的一切话 她都要谨守 从葡萄树所产的 她都不可吃 清酒或烈酒 她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 她也不可吃 我吩咐她的 她都要谨守 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留下 好让我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你虽然要我留下 我却不吃你的食物 如果你预备烦祭 就当献给耶和华 原来马罗亚还不知道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问耶和华的使者 你叫什么名字 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我们好把尊荣归你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 我的名是奇妙的 马罗亚取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 在磐石上 献与那行骑士的耶和华 马罗亚和他的妻子 一直在观看 火焰从祭坛上 往天升起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 在祭坛上的火焰中 也升上去了 马罗亚和他的妻子 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 没有再向马罗亚和他的妻子显现 那时 马罗亚才知道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对他的妻子说 我们必定要死 因为我们看见了神 他的妻子却对他说 如果耶和华有意要杀我们 就必不从我们的手里接纳凡计和素计 也必不会把这一切事指示我们 更不会在这个时候向我们宣布这些事啊 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渐渐长大了 耶和华赐福给他 在马哈尼旦 就是在索拉和乙石桃中间 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参孙 诗诗记第十四章 参孙吓到亭拿 在亭拿看见了一个女子 是一个非利式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告诉他的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 是一个非利式人的女儿 现在请你们把她取来给我做妻子 他的父母对他说 在你兄弟的女儿中 或是在你所有的族人中 难道没有一个女子 以致你要去从那些 未受割离的非利式人中娶妻呢 参孙对他的父亲说 请你把她取来给我 因为我看中她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她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式人 那时 非利式人正统治着以色列人 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园 忽然见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里没有武器 竟把狮子撕裂 像人撕裂山羊羔一样 他没有把他所做的这事 告诉他的父母 参孙下去和那女子说话 就看中了他 过了些日子 参孙回去迎娶那女子 他转向一旁 去看看那只死了的狮子 看见有一群疯子 和一些蜂蜜在狮子的尸体内 他刮了些蜂蜜 放在手里就走了 他一面走 一面吃 只走到他的父母那里去 他又把蜂蜜给了他们 他们也吃了 但是他没有告诉他们 这蜂蜜是从狮子的尸体内刮下来的 参孙的父亲下去见那女子 参孙在那里摆设了宴席 因为青年人都惯常这样行 众人看见参孙 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参孙对他们说 现在让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天婚宴之内 如果能猜出来 把他的意思清楚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内衣 三十套衣服 如果你们不能告诉我 你们就要给我三十件内衣 三十套衣服 他们对他说 请你把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孙对他们说 可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过了三日 都不能说出谜语的意思 到了第四天 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 你要引诱你的丈夫 是他把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 否则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富家 难道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取我们所有的吗 参孙的妻子 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说 你只是恨我 不是爱我 你给我的族人设谜语 却没有把谜语的意思告诉我 参孙对他说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怎能告诉你呢 在那七天婚宴期内 他在丈夫跟前 常常哭哭啼啼 到了第七天 因为他催逼着参孙 参孙才告诉他 于是 他把谜语的意思 告诉他的族人 到了第七天太阳未落以前 城里的人就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蜂蜜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不是用我的母牛犊羹甜 你们就不会猜出 我的谜语的意思来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参孙就下到雅石基伦 击杀了他们中间三十个人 拿了剥下来的衣服 把三十套衣服 给了那些把谜语的意思 说出来的人 参孙怒气冲冲地 上自己的父家去了 参孙的妻子 却归了一个陪伴参孙的人 就是做过他伴郎的 世诗记第十五章 过了些日子 到收割麦子的时候 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糕 去看他的妻子 他心里说 我要进内市去见我的妻子 但是他妻子的父亲 不让他进去 他父亲说 我以为你非常恨他 所以我把他 给了你的一个同伴 他的妹妹 不是比他更美丽吗 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啊 参孙对他们说 这次如果我加害非力士人 就可以不必负责了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 又拿了火把来 把狐狸尾巴对尾巴 扶在一起 又把一只火把插在 两条尾巴中间 他点着了火把 就放狐狸进入 非力士人的河田里 把堆积的河捆 和卫哥的河架 以及橄榄园都烧了 非力士人问 这是谁做的呢 有人回答 是廷拿人的女婿参孙做的 因为他岳父 把他的妻子 给了他的同伴 于是非力士人上去 放火烧了那女子和他的父亲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这样行 我必在你们身上报仇 然后才肯罢休 参孙击打他们 连腿带腰都砍断了 那是一场极大的杀戮 然后他下去 住在以坦磐石的血中 非力士人上去 在犹大安营 在利息散开 犹大人说 你们为什么上来攻打我们呢 他们说 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 要报复他向我们所行的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 下到以坦磐石的血中去 对参孙说 非力士人统治我们 你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事呢 参孙对他们说 他们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们 犹大人对他说 我们下来要捆绑你 把你交在非力士人手里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要向我发誓 你们不亲自杀害我 他们告诉他说 我们不会杀害你 我们只要把你捆绑住 交在非力士人手里 我们绝不杀死你 于是他们用两条新绳子 把参孙捆绑起来 从磐石的血里 把他带上来 参孙来到利西 非力士人就呐喊着 出来迎接他 耶和华的灵 大大临到参孙身上 他臂上的绳子 就像被火烧的麻一样 他的捆绑都从他的手上落下来 他找着一块新鲜的卢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 击杀了一千人 参孙说 我用卢腮骨杀人成堆 我用卢腮骨击杀了一千人 说完了 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 因此那地方就叫拉莫利西 参孙非常口渴 就呼求耶和华说 你既然借着你仆人的手 施行这么大的拯救 现在我怎可以渴死 落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呢 于是神在利西使一洼地裂开 就有水从那里涌出来 参孙喝了 就恢复精神 活力充足 因此那拳名叫尹哈割离 那拳直到今日还在利西 在非利式人统治的日子 参孙治理以色列人二十年 参孙往加萨去 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 就进去与她亲近 有人告诉加萨人说 参孙到这里来了 他们就把她围住 整夜在城门口埋伏着 整夜默不作声 心里说 等到早晨天亮 我们才杀她 参孙睡到半夜 就在半夜起来 抓紧城门的门扇和两边门柱 把他们与门栓一起拔起来 放在自己的肩头上 扛到西伯伦对面的山顶去 后来参孙在缩裂谷 又爱上了一个妇人 名叫大利拉 非利式人的领袖 上到妇人那里去 对她说 请你引诱她 看看她因什么缘故 有这样大的力气 我们用什么方法 才能胜过她 把她捆绑 好制服她 我们每人就给你 十二公斤银子 大利拉对参孙说 求你告诉我 你因什么缘故 有这样大的力气 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捆绑你 好把你制服 参孙对她说 如果人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 捆绑我 我就会软弱无力 像平常人一样 于是非利式人的领袖 把七条未干的青绳子 带上来给那妇人 她就用那些绳子 把参孙捆绑起来 有人埋伏在她的内室里 等候着 她对参孙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就正断绳子 像麻线被火烧断一样 这样 她力气的由来 还是没有人知道 大利拉对参孙说 你作弄我 向我说谎 现在求你告诉我 用什么东西 才能把你捆绑 参孙对她说 如果人用 从未使用过的新绳子 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 我就软弱无力 像平常人一样 于是大利拉 把新绳子拿了来 把参孙捆绑了 对她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当时 有人埋伏在她的内室里 等候着 参孙把绳子 从手臂上正断下来 像正断一根线一样 大利拉对参孙说 到现在你还是捉弄我 向我说谎 求你告诉我 人怎样才能捆绑你 参孙对她说 如果你把我头上的 七条法辫 与织布机上的尾线 编织在一起 就可以了 于是 大利拉把她的法辫 与织布机上的尾线 同织在一起 再用木绝盯紧 对参孙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从梦中醒来 竟把织布机上的木绝 和尾线都拔了出来 大利拉对参孙说 你既然对我不真心 你怎能说我爱你 你这三次作弄我 没有告诉我 你这么大的力气 是哪里来的 大利拉天天用话逼她 催她 以致她的心烦得要死 参孙就把她心中的一切 告诉了她 对她说 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 因为我自出母胎 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如果人剃去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就离开了我 我就软弱无力 像所有人一样 大利拉见参孙 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就派人去请非利式人的领袖来 说 这一次你们上来吧 因为她已经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于是 非利式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 手里带着银子上去 大利拉使参孙睡在自己的膝上 又叫了一个人来 把参孙头上的七条法辫都剃去 大利拉就克制了她 因她的力气离开了她 大利拉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从睡梦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像前几次一样挣扎出去 必能脱身 但她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离开她了 非利式人把她捉住 弯曲了她的眼睛 带她笑到加萨 用铜链捆绑着她 她就在监牢里推磨 但是她的头发被剃去以后 又开始生长起来了 非利式人的领袖聚集起来 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 并且欢乐庆祝 他们说 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 众人看见了参孙 就赞美他们的神说 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 就是那毁坏我们的地 又杀死我们很多人的交在我们手中了 他们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 就说 叫参孙来 给我们耍耍把戏 于是 有人把参孙从监牢里叫出来 参孙就在他们面前耍把戏 他们又把她放在两根柱子中间 参孙对拉着她手的童子说 请你让我摸摸支撑着这庙宇的柱子 我要在柱子上靠一靠 那时房子里满了男男女女 非利式人的领袖也在那里 在房子的平顶上 约有三千男女都在观看参孙耍把戏 参孙呼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 神啊 求你加强我这一次的力量 只这一次罢了 使我近一次在非利式人身上 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参孙就抱住那支撑着房子中间的两根柱子 右手抱一根 左手抱一根 然后参孙说 让我与非利式人同归于尽吧 于是尽力屈身 房子就倒塌 压在众领袖和房子里所有的人身上 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杀死的人 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人还多 参孙的众兄弟和他父亲的全家都下来 收敛他的尸体 把他抬上去 埋葬在索拉和以石桃之间 在他父亲马罗亚的坟墓里 参孙治理了以色列人二十年 《诗诗记》第十七章 以法连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加 他对自己的母亲说 你那十二公斤银子被人拿去了 关于这事 你曾说了咒诅的话 我也亲自听见了 看哪 那些银子在我这里 是我拿去了 他母亲说 愿我儿蒙耶和华赐福 米加就把那十二公斤银子 归还给他母亲 他母亲说 我把这些银子从我手中分别为圣 为我的儿子归给耶和华 好做一个雕像 一个柱像 现在我要还给你 米加把银子还给他母亲以后 他母亲取出二千三百克银子 交给银匠 制造一个雕像和一个柱像 都放在米加的家里 米加这人有一间神庙 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且立得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有一个犹大伯利恒的青年人 是属犹大家族的 他本是个立位人 在那里寄居 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 要找一个可以寄居的地方 途中他到了以法连山地 米加的家那里 米加问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回答米加 我是个立位人 是从犹大的伯利恒来的 我来要找一个可以寄居的地方 米加对他说 你与我住在一起吧 做我的师父和祭司 我每年给你114克银子 一套衣服和食用 立位人就进了米加的家 他同意与那人同住 那人看待这青年人好像自己的一个儿子一样 米加立了这立位青年做他的祭司 住在米加的家里 米加说 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必善待我 因为有一个立位人做我的祭司 《诗诗记》第十八章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时旦支派还在寻找可居住的地业 因为直到那一天 在以色列的众支派中 旦支派仍没有得着地业 于是旦人从索拉和以色陶 拆派他们家族中的五个勇士 去窥探查查那地 对他们说 你们去查查那地吧 他们来到以法连山地 进了米加的家 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在米加的家附近 认出那青年立位人的口音来 就过去他那里问他 谁带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有什么 他回答他们 米加如此这般待我 他雇了我 我就做了他的祭司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 使我们知道 我们要走的道路是否顺利 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平安地去吧 你们要走的道路 是蒙耶和华悦纳的 于是那五个人离开了 来到拉义 看见那里的人民安然居住 好像西顿人一样 生活平静安稳 在那地又没有人掌权 使他们受屈辱 他们离西顿人也很远 也没有与别人来往 他们回到索拉和以石头自己的族人那里去 族人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话说 他们回答 起来 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那地 见那地十分美好 你们还静坐不动吗 不可再迟言 要赶快去取得那地 你们到了那里的时候 你们必遇见安然居住的人民 那地的两边宽阔 神已经把那地交在你们手里 那地百物俱全 一无所缺 于是 但人的家族中 有六百人 带着兵器从那里出发 就是从索拉和以石头出发 他们上去 在犹大的激烈野林安营 因此 人把那地方叫做马哈尼旦 直到现在 这地方 是在激烈野林的西边 他们从那里经过 往以法连山地去 来到米家的家 从前去窥探拉异地的五个人 对他们的族人说 这些屋子里 有以福德 神像 雕像 和柱像 你们知道吗 现在 你们要考虑一下 应该怎样行 于是 他们五人转身 进入米家的家 来到那青年 立位人的屋里 向他问安 那六百旦人 带着兵器 都站在门口 从前去窥探那地的五个人 上前 进入里面 把雕像 以福德 神像 和柱像 都拿去了 祭司和带着兵器的六百人 都站在门口 当那五个人 进了米家的家 拿走雕像 以福德 神像 和柱像的时候 祭司就问他们 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回答他 不要出声 用手掩着你的嘴 跟我们走吧 好做我们的师父和祭司 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以色列中 一个支派 一个家族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里高兴 就拿着 以福德 神像 和雕像 来到众人中间 他们就转身离去 把妇孺和牲畜 以及财物 都放在前面 他们离开米家的家 很远的时候 在米家的家附近 各家的人 都被召集出来 去追赶 但仁 他们呼叫但仁 但仁 转过脸来 问米家 你召集了这么多人 出来做什么 米家回答 你们把我所做的神像 和我的祭司 都带走了 我还有什么呢 你们怎么还问我 你做什么呢 但仁对米家说 不要再让我们 听见你的声音 恐怕有暴躁的人 攻击你们 以致你和你全家 尽都丧失性命 但仁继续走他们的路 米家见他们比自己强 就转身回自己的家去了 但仁把米家所做的神像 和他的祭司都带走 他们来到拉义 去到平静安居的人民那里 就用刀剑击杀了他们 又用火烧了那城 没有人搭救 因为离西顿很远 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 这城位于靠近 伯利河的山谷中 但仁重建那城 住在其中 按着他们的祖宗 以色列所生的儿子 但的名字 给那城起名叫但 其实那城原先的名字 叫拉义 但仁就为自己 把那雕像立起来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 都做了蛋之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遭受掳掠的日子 神的殿在士罗有多少日子 但仁为自己设立米家所做的雕像 也有多少日子 在以色列中没有亡的日子 有一个立位人寄居在以法连山地的偏远地区 他从犹大的伯利恒 给自己娶了一个女子做妾 他的妾被夫行淫 离开丈夫 回到犹大的伯利恒 他父亲的家那里去了 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的日子 他的丈夫起来 带着一个仆人和两头驴去追他 用话打动他的心 叫他回来 他把丈夫带到自己妇家 那少女的父亲见了那人 就欢欢喜喜迎接他 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 强留那人 那人就与他同住了三天 他们一起吃喝 在那里住宿 到了第四天 他们清早起来 那人起身要走 那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 请吃点饼增添心力 然后再走 于是二人坐下 一起吃喝 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 请你答应再过一夜 畅快你的心 那人起来要走 他的岳父强留他 他又在那里过了一夜 到了第五天 他清早起来要走 那女子的父亲说 请吃点饼增添心力 等到日投西斜再走吧 于是他们担言 直到日投西斜 二人一同吃饭 那人和他的妾 以及他的仆人 起来要走的时候 他的岳父 就是那女子的父亲 对他说 看呐 天快晚了 请再住一夜 看呐 日投西斜了 请在这里再住一夜 畅快你的心 明天可以清早起来 上路回家去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就带着自己的妾 和两头备好了的驴 起来走了 来到耶布斯对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他们走进耶布斯的时候 日投快要落了 仆人对主人说 来 让我们转到这耶布斯人的城去 好在那里住宿 主人对他说 我们不可转到这座 不是以色列人居住的 外族人的城里去 我们过到基比亚去吧 又对他的仆人说 来吧 我们可以到这些地方 其中一个去投诉 或在基比亚 或在拉玛 于是 他们走路过去 他们走进 汴亚敏人的基比亚的时候 日投已经落了 他们从那里转身 要进基比亚去住宿 他们进去 坐在城里的广场上 因为没有人接待他们 到家里去住宿 到晚上 有一个老年人 从田间工作回来 那人原是 以法连山地的人 寄居在基比亚 那地方的人 却是汴亚敏人 那老年人举目 看见那个旅客 在城里的广场上 就问他 你要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 立位人回答他 我们是从 犹大的伯利恒过来的 要到以法连山地的 偏远地区去 我原是那地方的人 我去过犹大的伯利恒 现在 我要到我的家去 但没有人接待我 到家里去 其实 我有粮草 有饲料 可以喂驴 我和我的妾 以及与你的仆人 在一起的 那个青年人 都有饼 喝酒吃喝 一无所缺 那老年人说 愿你平安 你所缺乏的 由我负责好了 只是 不可在广场上过夜 于是把他 领到自己的家里 用饲料喂了驴 他们洗了脚 就吃喝起来 他们心里正畅快的时候 忽然城里 有些无赖之徒 围绕房子 不住地敲门 对老房主说 把进入你家的 那个人带出来 我们要与他交合 那房主出来见他们 对他们说 我的众兄弟啊 不可这样 请你们不要作恶 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 你们就不要做这羞耻的事 这里 有我的女儿 还是处女 并且 有这人的妾 我把他们领出来 让你们侮辱他们 你们看怎样好 就怎样待他们吧 只是 对这个人 你们却不要做这羞耻的事 那些人 却不肯听从她的话 那人就抓住自己的妾 拉出外边去交给他们 他们就与她交合 整夜侮辱她 直到早晨 天色破晓的时候 才放她走 天快亮的时候 那女子回到 留她主人住宿的 那人的房子门口 就扑倒在那里 直到天亮 到早晨 她的主人起来 开了房门 出去要上路的时候 就看见那妇人 就是她的妾 扑倒在门口 她的双手搭在门槛上 她对那妇人说 起来 我们走吧 可是 却没有回答 那人就把她 驮在驴上 启程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她到了家里 就拿起刀来 抓住自己的妾 把她的肢体 切成十二块 叫人送到 以色列的全境去 看见的人都说 自从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的日子 直到今日 这样的事 并没有发生过 也没有看见过 你们要思想 要商议 要讨论 于是 以色列众人都出来 从旦到别士巴 以及激烈地的众人 都在米斯巴 伊和华面前 聚集起来 如同一人 全民的领袖 就是以色列 众之派的领袖 都站在神子民的会中 拿到的步兵 共有四十万人 以色列人 上到米斯巴来 遍雅敏人听见了 以色列人说 这件恶事 是怎样发生的 你们说吧 那立位人 就是被害的 妇人的丈夫 回答说 我和我的妾 到了遍雅敏的基比亚 要在那里住宿 基比亚人民 起来攻击我 在夜间包围我 住的房子 攻击我 有意杀害我 他们把我的妾 侮辱致死 我就把我的妾 切成筷子 送到以色列的各地业 因为基比亚人 在以色列中 行了极羞耻的恶事 以色列人啊 你们都要说出 你们的意见 也要在这里 提出你们的对策 于是众人 都起来如同一人 说 我们当中 谁都不回自己的帐篷 谁都不回自己的家 现在 我们要这样对待 基比亚人 我们要照着 所抽的签 上去攻打他们 我们要从以色列各支派中 每百人抽取十人 每千人抽取百人 每万人抽取千人 好为人民运送粮食 等他们到了 汴亚民的基比亚的时候 就可以照着他们 在以色列中 所行的一切羞耻的事 惩罚他们 于是 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 如同一人 聚集起来攻击纳城 以色列各支派 打发人到汴亚民的各家去 说 你们中间 怎么发生了这样的恶事呢 现在 你们要把那些人 基比亚的无赖之徒 交出来 我们好处死他们 从以色列中 除掉这恶 只是 汴亚民人 却不肯听从 他们的兄弟 以色列人的话 汴亚民人 从各城出来聚集 往基比亚去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那时 汴亚民人 从各城里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六千拿刀的 另外 被数点的 还有基比亚的居民 共有七百精兵 在这些人中 还有七百精兵 是善用左手的 各个都能用基贤抛食 好法不差 除了汴亚民人以外 以色列人被数点的 共有四十万拿刀的 各个都是战士 以色列人就起来 上伯特利去求问神 说 我们之中 谁应首先上去 与汴亚民人交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应首先上去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 对着基比亚安营 以色列人出来 要与汴亚民人交战 以色列人 在基比亚面前列阵 等待他们 汴亚民人从基比亚出来 那一天 十二万二千 以色列人倒地身亡 众民 就是以色列人 都奋勇起来 又在头一天 列阵的地方 列阵 事前 以色列人上伯特利去 在耶和华面前 哀哭 直到晚上 然后 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再去 与我们的兄弟 汴亚民人交战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说 你们可以上去 攻打他们 第二天 以色列人 就前去 攻打汴亚民人 汴亚民人 第二天 也从基比亚出来 迎战以色列人 又使一万八千 以色列人 倒地身亡 都是拿刀的 以色列众人 就是全体人民 又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华面前哀哭 那日 禁食 直到晚上 然后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 梵祭 和平安 祭 那时 神的约会 在那里 那时 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 势力 在约会前 供职 以色列人 求问耶和华 说 我们应再出去 与我们的兄弟 汴亚民人交战呢 还是休战呢 耶和华说 你们应上去 因为 明天我必把他们 交在你们手中 以色列人 在基比亚四周 射下伏兵 第三天 以色列人 又上去攻打 汴亚民人 在基比亚前面 列阵 像前两次一样 汴亚民人 也出来迎敌 他们被引出城外 在两条大路上 一条通往伯特利 一条通往基比亚 像前两次一样 动手杀敌 在田间 杀死以色列人 约有三十个 汴亚民人说 他们仍像前一次一样 败在我们面前了 以色列人却说 我们逃跑吧 引他们离开城市 出到大路上来 以色列众人 都从自己的地方起来 在巴利他玛列阵 以色列的伏兵 从基比亚西边 埋伏的地方 冲出来 全以色列中的精兵 有一万人前来攻打基比亚 战争非常激烈 汴亚民人还不知道灾祸快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了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击败了汴亚民人 那天以色列人消灭汴亚民人 共二万二万五千一百名都是拿刀的 这样 汴亚民人就看出自己被击败了 原来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以靠在基比亚前面射下的伏兵 就对汴亚民人炸败 伏兵急忙冲入基比亚 用刀急杀了全城的人 以色列人与伏兵预先约定 就是从城里放火 以烟气上升为号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撤退的时候 汴亚民人就动手杀人 刺死以色列人约三十个 心里说 他们真的像头一次战争一样 在我们面前被击败了 当烟柱信号从城中上升的时候 汴亚民人就转身观看 只见全城烟火冲天 那时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 汴亚民人就非常惊慌 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身上了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 向旷野的路上逃走 战争却紧随着他们 那些从各城里出来的人 也在他们中间消灭他们 以色列人包围了汴亚民人 追赶他们 在他们歇息之地 直到基比亚对面日出之处 践踏他们 都是拿刀的 全部是勇士 剩下的六百人转身 向着旷野逃跑 到了灵门的磐石那里 就在灵门的磐石那里 住了四个月 以色列人又回到汴亚民人那里 把全城的人和牲畜 以及一切遇见的 都用刀杀进 又把他们碰见的一切城市 放火烧毁了 世诗纪第21章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经启示说 我们中间不可有人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汴亚民人做妻子 众人来到伯特利 在那里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大哭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今日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 为什么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 次日 众人清早起来 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献上梵祭和平安祭 以色列人彼此说 以色列各支派中 谁没有与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因为他们曾经起过很严厉的事 说 不上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的 必把他处死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兄弟 遍亚民男过 说 今天 以色列中 有一个支派被剪除了 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过世 必不把我们的女儿 给遍亚民人做妻子 那么现在 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子呢 他们又彼此问 以色列各支派中 有谁没有上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呢 他们就发现 激烈亚比中 没有一人去到营中会众那里 众人被赎点的时候 就发现 激烈亚比的居民中 没有一人在那里 因此 会众从永世中 拆派一万二千人到那里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用刀 击杀激烈亚比的居民 连妇女与孩子都要杀 你们要这样行 你们要把所有的男子 和所有与男子同过房的女子 完全毁灭 他们在激烈亚比的居民中 找到了四百个 未曾与人同房 也未曾与男人同情的年轻少女 就把他们带到 迦南地的士罗营那里 全体会众又派人到灵门的磐石那里 对激烈亚比人说话 向他们宣告和平 那时激烈亚比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他们保留的激烈亚比的女子 给他们做妻子 但还是不够 众人为激烈亚比人难过 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众之派中 有了缺口 会众中的长老说 编亚比的女子既然都被除灭了 我们应怎样行 使那些余下的人有妻子呢 又说 编亚比逃脱的人应有地业 免得有个支派从以色列中被消灭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女儿 给他们做妻子 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启示说 把女儿给编亚比人做妻子的 是可咒诅的 他们又说 看哪 每年在侍罗都举行耶和华的节旗 侍罗就是在伯特利的北面 从伯特利上事件的大陆的东面 在利波拿的南面 于是 他们吩咐汴亚比人说 你们去在葡萄园中设下埋伏 在那里观看 侍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 你们就从葡萄园出来 从侍罗的女子中 各抢一个做妻子 然后回汴亚比地去 如果他们的父亲或是兄弟来与我们争论 我们就对他们说 求你们恩待他们吧 因为我们在战场上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做妻子 而且这次又不是你们把女儿给他们 若是你们给的 你们就有罪了 于是 汴亚比人照样行了 按着他们的树木 从跳舞的女子中 抢抢他们做妻子 然后离开那里 回到自己的地业去 重建城市 住在其中 那时 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个人回到自己的支派 和自己的家族去 他们离开那里 个人回到自己的地业去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